他是个防备心极强的人 可是唯独对小孩子很少设防 每次看到小孩子沉静的眼神 他都觉得心灵仿佛被洗涤了一般 整个人都轻松许多 方才他闯进这屋里 刚点了生肖的睡学 苏聪便醒了过来 他刚好瞧见他飞窗的一幕 若是旁的孩子 早就吓哭了 偏偏这个孩子 还睁着一双大大的凤眼 崇拜地瞧着他 也不管他是不是好人 就趴着床檐下了床 扑到了他跟前 好奇地仰头看他 楚离便起了逗弄他的心思 他向来不与人亲近 以至于不知何时 竟然有了传言 靠近他三尺之内 都要被他如何如何 他确实不喜欢有人靠近他 只是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罢了 不过刚好他爱清静 没人打扰他 他高兴还来不及 自然不会去做什么解释 不过想起方才苏木槿进屋时的 那一声惊慌至极的低齿 他心里竟然微微有些不舒服 他有那么可怕 抱起苏聪 眼角的余光 却在注意着苏木槿 他几乎是立刻就发现 他的凤眸深处 暗暗提起的防备 楚离在心里冷笑不已 他如果真想对付苏聪 这个小娃娃 用得着这样费心 楚离哥哥 你的脸受伤了吗 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呀 苏聪小手抚摸着楚离脸上的黄金面具 他年纪小 不懂得避讳人的忌讳 直言不会的就问出声来 楚离一愣 毛子就闪了闪 按住苏聪的小手 不让他继续往面具底下探 低声道 因为楚离哥哥长得丑 怕吓到聪儿 姐姐说只要是好人 不管长得什么样都是美的 楚离哥哥你就是美的 美 楚离微微一笑 这个词来形容男子 可不算是夸赞 不过他也明白聪儿 要表达的意思 似笑非笑的侧手 看向警惕十足的苏木槿 低声道 你姐姐这样跟你说呀 是啊 姐姐以前跟我说的 心美的人才最美 就跟我娘亲一样 这倒不像是苏木槿 会说出来的话 楚离跟苏木槿认识不久 可他却觉得 这个苏木槿像极了小时候的他 孤僻冷漠 心狠手辣 他这样的女子最是记仇 千万不能得罪 千万不能得罪这样的人 因为如果你触及了他的底线 他会疯狂地报复你 哪怕伤敌一万 自损八千的事情 他都做得出来 他也瞧得出来 这个苏聪就是苏木槿的软肋 如果把苏家比作苏木槿的人 那苏青云就是骨血 而苏聪就是心脏 失去骨血会痛苦 会让他动用所有的智慧 对付伤了他骨血的人 可伤心难过后 他的心只会更加坚硬 苏聪不一样 他是苏木槿的心脏 如果苏聪没了 苏木槿便如同失去了心脏的人 必死无疑了 这是致命的软肋 可运用得好了 也是他变强大的契机 楚离微微一笑 侧手看着苏木槿 警惕又顾念着苏聪的情绪 不能冲上来的举动 他眸子有些恍惚 他这个时候针针像极了 护独自的母狮子 明明担心得要命 可瞧着聪儿高兴 又不忍心让他伤心 不敢把他给抢过来 他心里再次浮起疑惑来 这个苏木槿当真只有十四岁不到 苏木槿弯下身子 平视苏聪 对他伸出手臂 聪儿出去玩好不好 姐姐有事情要跟楚离哥哥说呢 哦 苏聪眉宇顿时黯然下来 却十分听话乖巧的 从楚离的身上滑了下来 跑到床头边 抱起了在床上熟睡的小白白 看着楚离的目光 像是生死离别一般 看得苏木槿一阵阵的嫉妒 这个楚离究竟使了什么办法 让才见他一面的聪儿这么喜欢他 苏聪恋恋不舍地走到门边 又飞快地跑了回来 他跑到轮椅边 眼巴巴地看着楚离 楚离哥哥 你下次还会来找聪儿玩吗 楚离含笑点头 摸摸苏聪的发顶 惊声道 会的 下次楚离哥哥来的时候 给聪儿带桂花糕好不好 苏聪眼睛一亮 那一言为定 他对楚离伸出手掌 楚离的手掌轻轻击上他的 郑重道 一言为定 聪儿得了承诺 兴冲冲地抱着小白白 到院子里玩去了 看来你这个姐姐 做得不如何称职 让他小小年纪 连个玩伴都没有 楚离瞧着苏聪出了屋 才推着轮椅 到了屋里的南木桌旁 悠然自得地 仿佛在自己家里 半点没客气地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他轻敏一口茶水 意味不明地 看着苏木槿 苏木槿恼怒地瞪他 关你什么事 他自己从小就没有玩伴 自然忽略了聪儿 需要玩伴的情况 当然不关我的事 又不是我弟弟 他淡淡地补刀 抿了一口茶 他便皱了皱眉 把茶盏给放了回去 茶水冷了 味道都变苦了 他台幕参观苏木槿的闺房 一点都没有男女大房的意识 边看边露出了嫌弃的意味 房子不错 可惜糟蹋了 苏木槿默然 的确有些糟蹋 先前刘氏当家的时候 早就把他院子里的好东西 给搬走了 他如今的闺房里 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几个衣柜一张床和一个简简单单的南木桌子 这段时间还好些了 他重生之后 把这屋子还稍稍打理了一下 打了七彩的落子 做小装饰垂在围蔓上 生肖又从花园里摘了些花插在花瓶里 倒不显得那么单调枯燥了 苏木槿走了两步 坐在楚黎的对面 他也给自己倒了一杯冷茶 喝了两口解渴 你来应当不只是参观我的房间吧 有什么事情不妨直说 不是你要寻我吗 怎的成了我有事了 楚黎轻轻一笑 你身边那个叫碧落的丫头 在我府外守了快一天了 他轻轻靠在椅背上 捋着袖子上的点点褶皱 让你那丫头回来吧 楚黄府里高手如云 若不是我下令不许人伤她 她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苏木槿一惊 你们发现她了 楚黎淡笑不语 苏木槿是见识过碧落的武功的 既然能成为精挑细选的暗卫 她的武功自然不弱 而且她已经提点过碧落 让她远远地守着楚黄府 不要靠近 却不想竟然还是被人给发掘了 这楚黄府里究竟有多少高手 苏木槿看着楚黎的眼光 灯石变了变 怨不得就连皇上都对楚黄府避让三分 光是楚黄府里的高手 恐怕都要让人忌惨几分 她毛子忽然又亮了亮 楚黎手底下的人既然这么强 那她找到娘亲的希望不是更大一些 她当即便一把抓住楚黎的衣袖 诚恳地看着她 帮我一个忙 楚黎挑眉 说 帮我找一个人 谁 我娘 楚黎御拢衣袖的手当即一顿 她抬眼目光幽深地看着她 你方才说什么 既然让楚黎帮忙 就要显示出相对的诚意来 而且既然找娘亲要经过楚黎的手 那事情就已经注定瞒不住了 苏木槿就把那一日在山上发现的空观 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楚黎 楚黎的脸被罩在面具下 看不清她的表情 她毛子变了几遍 迎上苏木槿西记的目光 好 有条件 听到楚黎提条件 苏木槿反而松了一口气 她点点头 你说 现在的你还太弱了 暂时帮不上忙 这个条件就先存着 等哪一日你有足够的能力了 我再告诉你 苏木槿略略沉言 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好 现如今什么都比不上确认娘亲是否活着来的重要 合作达成 两人默契的不再提这件事 苏木槿想了想 问楚黎 你可认得我先前身边的侍女秦瑟 苏木槿总觉得处离神通广大 只不定能发现秦瑟究竟是谁的人 他十分怀疑杀死刘氏的人就是秦瑟 因为刘氏眼里的震惊是掩饰不住的 只有跟平日中表现差别非常大的人 才能让刘氏的毛子出现那样的震惊之色 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点 杀刘氏的人既然能一息之间震碎他的五脏六腑 又怎么会蠢笨到让刘氏看到他的面容 这只能说明凶手是故意让他看到的 秦瑟虽然背叛了苏木槿 可苏木槿却十分理解他 他既然是安插在他身边的暗哨 那便是早早就已经被人给控制了 或者说被人收买了 那么他本来就是卧底 自然盘不上背叛 相处近十年 苏木槿还是能感觉到秦瑟对他的好不是假的 他受令害他 却不想谋他性命 若是他故意出现在刘氏面前 让刘氏瞧见他的面容 那事情就好解释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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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